擅长绘画、壁画、漫画等艺术创作 也是碑南族与教师的杨牧人 这十年前他决心要借由多元媒材笔触 传述碑南族石森系部落的历史文化样貌 精选多幅作品举行第一场各展石森绘世路 只起到2月3号在导人艺术空间亮相 以丰富色彩细腻笔触来呈现石森群的前世今生 曾就读国立东华大学 2009年返回台东设立范沙浪工作室 绘画、壁画、漫画及皮革工艺等艺术创作都难不倒他 台东制本卡地布碑南族杨牧人 从事绘画创作超过30年 近10年前决心借由多元媒材 来传述碑南族石森系部落的传统 过去及现代的文化样貌 日前精选20多幅作品举行首场各展石森绘世路 在导人艺术空间亮相 这次的作品主要是以压克力 跟带真笔、沾水笔系列做绘制 那这次系列的作品叫《时森绘世路》 主要是以我们碑南族 台东碑南族时森群的 无论是在生活、记忆 然后或者是故事、传说、故事等领域相关的题材 然后我想要透过绘图的方式 然后将这些我们部落、北南族的 相关的文化领域的元素 然后把它图像化 透过作品把它呈现出来 主要是以绘画这个领域 那每一幅都花蛮久 大概都要花两 如果是带真笔系列的话 大概都要两、三个月 一幅大幅的大概全开 大概要两、三个月左右 那压克力颜料、丙溪颜料、压克力颜料的部分的话就比较不定 有时候可能两、三个礼拜 有时候可能大图可能也要一个月 因为我习惯是会逐步的去绘制 然后再放一段时间 然后再来看有没有需要做修改的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之前是因为我在花里有念书 然后生活将近十年、十几年的时间 所以后来我又回到台东 然后再进行回到台东生活嘛 工作然后进行这一系列的创作 杨牧仁以十三群部落为主题进行创作 兼具部落文化的特性及当代艺术的巧思 曾参与多个馆所展出生活好评 他也是被难族语教师 参与部落传统文化及被难族语教材绘制 可谓多才多艺 这次从2014年展开的创作计划 以细腻丰富的笔触色彩 呈现十三群的前世今生 集业体展出至2月3日 有兴趣的民众不要错过 记者长邦彦华林匙报导